為期兩個星期的特首選舉提名期展開 有人未夠票交 有人夠票又未交 第一日未有人正式入閘 五個參選人 目前應該只得林鄭月娥已經夠提名票入閘 而且還可以分批提交 我們聽聞 為免有脫漏的事件 政協人大提名林鄭的表格 已經有專人填妥好了 選委只需要簽名就可以完成程序 我們同時也聽聞 林鄭陣營曾經對外透露 已經手握至少540個提名 麥經官上星期南下 發放中央支持林鄭月娥的訊息後 有林鄭陣營的人預計 提名能達到過半數 也即600票 幾乎是沒有懸念 林鄭月娥那邊曾經糾結過 如果提名谷進會否高開低收 聽聞他們曾經想過一度要考慮流力 不過最近林鄭月娥都下定決心 提名越多越好 有政界人士分析 既然是否要務高開低收的風險 不如谷進提名 爭取700票以上 暗票希望超越689 至於最後能夠成功入閘的 又有多少人呢 以泛民選委超過300票的實力 力保曾晉華和胡國興 孖必入閘 應該沒甚麼難度 但兩邊的陣營 近日在急切搶票之下 就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角力 獲得不少民主派專業選委 讚賞的胡國興 本來他的形勢一片大好 但眼見民主進步會計師 17票大手提名 又相繼有泛民選委提名曾晉華 胡國興顯得有點酸怒怒 就說提名票被搶走了 有胡官陣營的人士透露 曾晉華近日採取一個進取型的搶票策略 以告急的手法叫票 擔心胡官最後無緣入閘 曾晉華反駁 提名期已經正式展開 曾晉華距離150票入閘的門檻 仍然有一段距離 自然就要落力拉票 不存在封殺任何人 至於葉劉淑儀 各個陣營都很落力拉票 不過似乎建制和泛民 對她都不算那麼熱衷 特首提名期 在情人節這一日展開 林鄭的老公 祝福太太能夠落實一國兩制 曾晉華追求和老婆一生一世 沒有票的市民 最希望的當然是一日一票